我會重溫一下我們如何輔導 原因是我們很多時候為人祈禱 都會有輔導的需要 我們講講輔導的一些原則 第一,我們盡量在輔導的時候 感受到個人的感受 知道他會憂傷、困難、痛苦 又不開心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很重要是先接立他的感受 千萬不要判斷 千萬不要批評 你這麼憂愁,那當然不行 千萬不要這樣說 千萬不要說因為你煩惱 所以你變了這麼多問題 這樣的時候變得很快的判語 我們盡量接立他 因為我們這裏的時間不多 因為我們不是很長的時間輔導的人 又要祈禱 所以那個過程可能未必有很長的時間 去聆聽或者回應 不過可以簡短的 都告訴他 我知道你難受 我知道你困難 我知道不容易的 可以這樣回應他 或者在我們的心態都知道他有這個分量 那個人覺得被接立 在普通的輔導 我們都會引導他怎麼去明白 其實引導就是當那個人不太接受 如果那個人接受是不同的 接受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現在他知道 譬如他的內心世界 他的煩惱令到他的身體有問題 或者睡覺睡不好 他知道他想得到方法怎麼幫助 那時候我們可以告訴他 但如果那個人還未相信這件事 他覺得那個人這麼壞 當然會生氣他 有什麼可能不生氣呢 這麼壞的人當然是 沒有可能不生氣的 那時候我們輔導就需要引導他 那你覺得你生氣的時候 令到你覺得怎樣 你的心情覺得怎樣 當你心情不高的時候 會怎樣影響你 這樣引導他 讓他知道那個問題 即是凡是那個人本身都不想的 我們一定要引導 譬如說 他不覺得需要祈禱 或者不親近神 那我們去引導他 那你覺得 如果我們跟神的關係不好 會有什麼後果呢 或者聖經裡我這樣講的經文 你覺得是為什麼呢 譬如他用思想來明白神的事情 他說 很多人都不歧途 不歧途有什麼所謂 真的不要緊 他們又不見得好病 那為什麼我這麼多病呢 即是他的心沒有說服到 即是沒有被神的話去說服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些經文去問他 即是你覺得 譬如說那個三十八年患了病的 耶穌跟他說 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注意得那麼厲害 你覺得是為什麼呢 黑魔鬼留地步 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被魔鬼留地步呢 讓他引導他 即是在那些人 當他不接受的時候 但當他接受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問一問他 我現在就把一些處理方法 告訴你好不好 即是有時候我們在短時間輔導 是可以這樣做的 然後就告訴你一些處理方法 如果他 如果他 譬如他 他有說 我都試過 不過不行 在可以的時候 我們都問他 那你試過什麼呢 你覺得什麼不行啊 這樣 原因呢 就是讓他講得出 他的過程 他做過什麼 有什麼困難 讓他講出來 他說 我都試過這樣的方法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不行 那時候我們可以回應他的方法 因為當你和他分析到這個方法 引導他明白到這個方法 為什麼不行呢 他就會更加有興趣聽那個 可以處理的方法 即是當我們引導到他明白這個 為什麼那個方法不行的時候 即是引導到他 他就會更加想學習那個好的方法 即是單純告訴別人怎麼做呢 其實有些人是行得通的 譬如說有一個人 他很想經歷聖靈 很想 那我們就直接告訴他 他怎麼經歷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他很想 他只是想知道那個方法 那你就一直引導他 跟他 怎樣去做法 OK 那我在這一陣子 我都講一講 總括講一些我們 處理的方法 這個是 我覺得有效 但如果你想到其他方法有效 都是 一樣可以認同的 就是 因為多數人 想我們幫助 都是有情緒的問題 人際的問題 內心的 他的思想模式 他的生活模式 就是多數都是 有這些問題存在的 那我們怎樣去幫助這個人呢 就是現在講一個方法 就是怎樣幫助他的思想模式 譬如他有負面情緒 被人影響 可能我們中間有些人都是這樣 那怎樣的方法呢 那有幾樣的方法 第一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同在行 可以醫治我們 所以任何一個人 就算他多負面都好 他每天都 宣告神的一點 那我有兩種的祈禱 如果大家不記得的話 可以寫下 一個是恩典的祈禱 一個是敬拜贈禮的祈禱 恩典的祈禱就是 宣告神的恩典 就是由上至下 就是 神愛緊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跟我一起的 神幫助我的 這個就是由上至下 然後敬拜贈禮 就是由下至上 多謝天父 就是由我這裏 去到神那裏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這兩種祈禱 是關係式的祈禱 就是最主要的兩種方式 另外一種 很有 都是類似的 就是敬拜 就是用詩歌 用詩歌 但是詩歌 其實裏面都是 這兩樣東西的意念 就是用詩歌 要是宣告神的恩典 要是我們敬拜贈禮 所以我們可以鼓勵人 用這三種方法 用的時候 就不用說很多說話 還有不用祈求很多 可以祈求 不過不用整天祈求 因為耶穌也說過 你不要以為用重複話 就可以蒙誰聽 因為蒙誰聽 就是說是神天找你的祈禱 即是說是祈求 因為敬拜贈禮 就不用 敬拜贈禮 就是一個關係的討告 他說 你不要以為 說多了就 必蒙誰聽 就是一個神回應你的祈禱 那種是祈求 祈求 我們不用多說 譬如說 我們不用每天都說 神癒治我 神癒治我 拿走我的病 拿走我的煩惱 神癒治我 祈求你癒治我 不是說一百次 神會癒治 反而 越講神的恩典 人越快得癒治 為什麼呢 他講神的恩典 他就放鬆了 所以我們 那幾天 整個人都鬆了 整個人是 沒有淡子 沒有煩惱 相信耶穌在愛你 其實我們在關理室的祈禱 不是一定要說 可以說 但是用心去說 神在愛我 心一直想著 心一直感謝天父愛 感謝祈禱 感謝祈禱 那時候 神的痛在 即是越求入 相對神愛 越愛神 神的痛在越強烈 他就越舒服 那我們就可以為他按手祈禱 首先我們自己學到 如何經歷聖靈 我們就為他按手祈禱 想他留意到 他在祈禱的時候經歷 他留意到的意思是什麼呢 等他翌日懂得保持 即是他讓他站起來 都懂得回到這個狀況 那他回家 他自己才會祈禱 立即有平安 輕省 舒服 即是這幾個都常有 身體遙動 第一 就是身體平靜 輕鬆 心鬆了 重淡釋放 身體舒服 輕飄飄 身體會遙動 即是心靈和身體都會有這些跡象 這些都是神臨在帶來的工作 身體遙動 因為聖經有講到約翰和蘇羅順主的時候 都是一見到耶穌就跌在地下 即是神的能力 令他跌在地下 那些兵兵又去後跌在地上 捉了耶穌的神 耶穌說我事 即是神的同在強烈 人就可以立即跌在地下 這個強烈 未那麼強烈 一旦就會遙動 即是身體會遙動 一些人站在地上 站在地上 就會一直遙動 他知道的時候 他就可以 你看到門 他知道遙動 遙動是神帶來的 他就可以放輕省的人 即是他人 一邊說 神在祝福我 神在幫我 我們自己又懂得做 又教人這樣做 還有這裏會一個受服侍的 你回家都這樣做 安心他人 也有想著耶穌愛 多謝天父 盡量是所有負面思想 都拿到神 即是全部 有些什麼問題 都相信神一定幫我們 就不要一邊擔心 憂慮 死了 不知道怎麼辦 而是神一定出路 神一定幫我們 一邊就 不要去想那些問題 如果想那些問題 立即就處理 即是怎樣方法處理 神可以幫到我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祈禱 就不要再煩惱 一邊想著耶穌愛我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心裏面 那些意念向神發出 就行了 所以我們 輔導和為祈禱 都是想他們經歷到神的同在 告訴他們 你回家都是這樣保持 那些人越來鬆 又睡覺 越睡得好 然後又 學習怎樣處理不好的人的說話 即是說負面的說話 人的負面說話 都是出於他的罪性情的 那些說話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屬於好像垃圾 就是不好的東西 我們不要吃 垃圾不要吃 人的負面說話 他講了 不要緊要的 他說我蠢 我不會變蠢的 他說我沒有用 我沒有用的 我不需要介意 那你可以 即是說 基本上 這個處理問題的方法 都是說 不好的人不要搖 好的從神而來 或者從人而來的 好的說話 對我們好的東西 我們那些就接受 和多謝 那些不好的呢 他講了由得他 當他沒有講過 不用那麼介意的 那人就會 就是不給的影響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處理一些 人際的問題 那人際問題 除了不給的影響 還要有方法處理 有什麼方法處理呢 有些人是 可以轉得的 譬如兩夫妻相處 那兩夫妻都可以聊天 不過有時候又發脾氣 那樣情況 是可以逐步逐步引渡他改變的 即是可以引渡 即是我們可以輔導他引渡 即是怎樣引渡呢 即是 我這樣做 你這樣做 我很開心 你這樣 我很想聽你 我覺得不開心 我很想你聽我說話 我很想你關心我 知道我不開心 即是 譬如太太 覺得丈夫不聽她說話 太太可以引渡那個丈夫 就幫助問題慢慢解決 但有些人 就不能轉得 即是不能轉得 即是不能轉得怎樣 譬如有些 已經 有些人 已經 很多年都是這樣的方式 他不肯轉的 那時候 唯一就是 輔導這個人 不要給他影響 接受他 都是 好 如果思想不能轉得 他永遠都是這樣 永遠都會罵你 永遠都會發脾氣 那你只能夠當他唱歌 不要這麼認真看他 即是這個都是我們引渡他 而每一天怎樣親印神得利 即是一方面不給他影響 一方面就是 有些事情需要處理 就算他多麼光硬 我們都可以善待他 他慢慢都會改變 即是有輕微的改變 這個是有些人會有 有些人就沒有 但他輕明改變是甚麼 譬如那個人很冷靜的 他每次發脾氣 你都依然沒有什麼負面反應 你一樣對他好起來 起碼他的脾氣不會再強 第二就是 他都會覺得 現在你轉了性格 他又會沒有那麼生氣 即是他會慢慢這種的改變 因為我們不給他影響 我們要很平安輕鬆 慢慢會改變 即是幾個東西是不同的 從神得力 不給他影響 以及我們怎樣逐步改變 有些人可以直接跟他談 不可以改變 譬如有時候 我們有些事奉的人 有些甚麼問題 我們大家談 談完可以找到解決方法 這個就是他因為可以改 但有些人他改不了 我們只能夠善待他慢慢改變 有些人輔導的時候 就因為環境 接受不了環境 我們就可以引導他 讓他知道 神是很愛你 神在你身上有奇妙計劃 就算環境不好 神愛不愛他呢 都是在愛他 為何環境還沒有那麼快 我不知道 我也試過 我也試過環境很困難的時候 但我堅持神一定有奇妙計劃 或者我走神的路就可以了 其實那段時間 是一段時間 神使用來操練我 但不是神特意給我那些法難 就好像藥室 給他這個歌出賣 是否神特意頂 感動他的歌去出賣他呢 不是 因為這個犯罪的意念 不是從神那裡出的 是他這個歌 想出賣他 神會使用這些事情 在背後有他的計劃 所以我們環境不好的時候 都不要覺得是不行的 譬如有些人有病 我們就覺得很不行 我們都 有病的人 首先我們知道他都很辛苦 所以我們就接受他 他有病很辛苦 第一步 你不要當沒事 他真的很辛苦 覺得很困難 而且他會擔心 我們都要接下去 擔心 我們又是祈禱幫他得安慰 但保護神 我們都引導他 你能否接受神 很愛你呢 你能否接受神 都在你身邊有奇妙計劃 就算有病 神都有個奇妙計劃 想祝福你的 想提升你的 想幫助你的 去引導 即是無論是人 或是環境 都不受影響 而環境可否改變呢 總有些少改變度 當日有信心 有興省的心 總是有一些可以改變到的 即是有些地方可以改變到 譬如說經濟 他慢慢可以找工作 或者建立他的工作能力 即是這個世界上的事情 大部分我們都可以靠著神 那個環境可以改變 譬如說同事不好 他是可以慢慢改變的 他都可以對同事關心多些 有些基督徒不太關心 同事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不少人 所以每個人都對我們不好 我為甚麼對他好呢 所以關係也不好 他沒有想到 原來我們基督徒 都有個責任 對周圍的人不好 即是跟他們 make friends 做好朋友 那時候 他慢慢那個環境會改變 這個就是我們輔導的時候 引導他 但是記得有幾個理由 一定要記實 輔導知名不要做 不要指控 可以引導他 你覺得你這樣做法 會不會影響呢 這樣就引導他 讓他知道他這樣的做法 或者他的情緒有沒有影響 他這樣說是有沒有影響 可以引導他 但就不要指控 不要踩下 即是有些人 他都受過一些輔導的苦 就是人家說 你這樣當然不行 你肯定沒有朋友 你怎麼會 你不行 這些定罪的說話 是令他更加不接受到的 因為我們盡量令人舒服 我們輔導一定要想 那句說話 如果你有些說話 你想說 你知道他的問題 想告訴他 你這樣做當然會這麼慘 他想想怎樣說法 千萬不要用一個強難的拖打去 因為我們都想大家 慢慢一步步進入輔導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留意的 如果你可以的時候 你輔導 如果錄了音 我可以聽回來 就會告訴你 到底有些什麼可以改善 還有我有很多唐廣的輔導 大家可以翻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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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